疫情的衝擊 很多病人沒有辦法規則來門診拿藥 但是偏頭痛是有定期服用的預防性用藥 因為病人不敢到醫院來 所以我估計有三成的病人頭痛的頻率增加 那也有病人是因為疫情的這個新聞反覆的播報 造成精神上的壓力 然後也會造成這個頭痛惡化 所以我們都鼓勵病人 如果在情況許可的狀況下保護好自己 規則到門診來追蹤治療 持續完成自己的偏頭痛治療 那我們要如何去辨別說到底自己有這個偏頭痛的症狀 它是不是有一些前驅的症狀 偏頭痛有一些前驅的症狀 那有些人會覺得疲憊想睡覺 然後另外有些人是胃口會異常的好 或者是其他的生理的表現 但是最重要的是頭痛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會從肩頸僵硬開始 然後後腦開始疼痛 那典型的就會影響到太陽穴或頭痛就明顯的發作 那之後還會有人就會 頭痛發作之後會精神變得特別的好 胃口又恢復正常 所以它會有一些前驅還有後續的症狀 但是它跟這個疫情的 比如說很多病人會懷疑說 會不會是這個感染之後造成了頭痛 那最重要的分別就是說 偏頭痛是不會帶來發燒的 如果你頭痛有感冒的症狀 很明顯和病發燒 我們覺得還是要注意 有沒有可能跟疫情有點相關 是 但是 但是